我們昨天帶了其中一位 其實他有電話 不過是沒有安息槍核的 即是不是指引電話 另一位就簡直是沒有電話 都去了幾個地方 譬如去了康民署的壁球場 也都去了熟悉街市 還有跟著去了一些社署 還有衛生署的客戶 都去了幾個地方 但是都發覺其實 有一些部門的前線的人員 其實的尺度很不同的 譬如我們去康民署的壁球室 他就說如果不是65歲 就沒有得豁免 就一定要用安心出行的 就連紙仔都填不了的 但是譬如去到社會福利署 也很好 有些前線的人員和保安 都說其實可以豁免 如果沒有電話等等 譬如去到街市 那個負責人員就說 我不清楚 要問一些高級的人員 我們再去到門口的時候 找一些穿制服的食環署人員 他就說又要再請市場級 最終他就說 要我們找新聞署去詢問 毛家姐人口1500人 我們就算找到一半 都要找到750部 那麼那麼多機構 其實力量都有限 其實毛家姐在街上 都會經常被人偷竊 盜竊 其實有些人兩個禮拜前 給了一部二手的資源電話 他昨天都跟我說 都已經不見了 所以這個率是很頻繁 我們又是否可以這樣做 每個人不見一部 我們又被一部呢 其實量就變了很多 不止750部 可能是乘三乘四 那麼這個是我覺得政府 要考慮的地方 我以為我們更要注重 一兩三二三 四十二九 對我來講 謝謝你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